嗨!大家好 我是森森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叫做 品牌的真實試衣件 這個企劃就是會由我穿著簡單的brota 跟一個簡單的安全褲 來跟大家實際實穿上身這些衣服單品 來看看商品的品質是不是顯瘦 各個方面的角度去做一個介紹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品牌呢 就是在小資族跟學生圈裡都非常非常有名的 這個平價的網牌大家應該都非常的不陌生 他們就是走非常主流的韓系風格 算是氣質但是也有在休閒日常穿搭來說 是可以找到很多實用的單品 那如果你對接下來要來實測開箱OON的單品有興趣的話 就趕快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那我這次在OON上面買了超級超級多的單品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等了蠻久的因為我這次蠻多次預購 然後他們家也是我觀察網拍來說 是很早就開始在販售秋裝的 但我覺得應該是因為他們有抓說因為預購的時間 等到收到的時候你心情上可能會覺得比較OK 他們家其實是屬於有制訂款 然後以及有選品的一個組合 給你們看我這次購買的呢 覺得色系怎麼有點像 就是像這樣有點茶綠色的很有秋季的感覺 那我們就先來開那個皮膚好了 哇 質感真的蠻好的耶 而且是那種柔細的皮革質料 這個材質如果說兩三千確實是覺得可以接受的 皮革聞起來的味道呢也不會受到很討厭 然後它是有做墊尖的 縫製在裡面的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擦是要整個剪開的 我覺得整體的質感真的都蠻好的 就是拉鍊的部分看起來也蠻順的吧 欸 真的也蠻順的 質感超好 其實像這種短皮衣外套真的是那種很瘦的韓系女孩穿 會很好看 那我不知道像我這種微肉微肉的人穿起來會怎樣 這個西裝外套呢 我就看他們的伴娘穿被燒到 這件質感也超好的 是一個毛泥的耶 這件是1180元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也是有做墊尖的 然後看起來大大件了 很帥耶感覺我搭配洋裝什麼的就會很好看 是free size 但是真的是走一個很oversize的版型 然後整體的質料呢 是像這樣子有點微微毛泥的 那我覺得是算有質感的耶 不是那種覺得很軟薄很隨便的毛泥布 摸起來也不會覺得很乾扁 我有買的自訂款呢 大部分都是那種石搭的內蒸汁 就他們家推出來的自訂款 比較不是那種特殊設計 就是比較走簡單啊 市場穿搭的基本款 那首先呢是這個 這一款呢是軟糯寬肩背心 然後整個質感很好耶 然後摸起來很柔軟 這一個是390元 這個秋天拿來搭配是還蠻實用的一個單品 而且顏色也很好看 是襯膚色也就是很韓系 然後很沉穩的色系 還蠻多人那個時候 在YouTube底下留言跟我說 就是希望我可以嘗試看看 OON的一個韓系傳達 好像講到韓系風格 然後評價傳達就會想到OON 所以他們已經是一個 明確的一個方向的網拍 然後這個軟糯背心呢 當時看他們的直播 看起來是真的很讚 如果說像秋天來說 穿一件這樣子的針織背心 外面搭長的外套 應該就是很OK了 手感真的超好耶 那種很陽妹妹那種柔軟的毛餡料 然後這個滾邊上看起來也蠻有質感的 只是因為他們家我覺得是 比較偏向是適合瘦子穿的一個品牌 因為我那時候有看過他很多褲子啊 最大的臀圍 可能有一些甚至還沒有超過一百 如果以我們那種肉肉下身的人 去挑他們家網拍的下身 就稍微要再思考 然後多看一點 這個一樣就是軟糯背心 我就是包了三色 這麼瘋狂 然後我買了一個 應該算是有點工裝飛行感覺的套裝 然後是那種刷刷材質 滑板布的 他們家就是很常推出短板的設計 我覺得一方面就是 小個子想要看起來比例比較高挑 他們通常如果要oversize的單品 大多都是大學梯啊 或者是西裝外套 像這種比較造型款的 通常都是挑選短板的 這一件外套呢是980元 登登 裡面是有內裡的 整個感覺是還蠻厚實的布料 它這顏色呢是有點水泥灰 所以我覺得還蠻耐看 然後旁邊是有兩側大大的造型的口袋 對它只是縫紫的 所以這邊是這樣子 然後這一件呢 就是有搭配一個下身 這算是我自己的常識 像這樣子的短裙造型的套裝啊 就比較不是我平常習慣的風格 但想說在今天的影片裡呢 既然要跟大家做一個品牌的真實試衣間 那我們就是各種類型的單品 都來實穿看看 登登 超級超級短的 辣妹工裝轉裙 你能想像我穿起來的樣子嗎 其實有點害怕 就像我上次穿那個什麼綠色的短裙一樣害羞 看到這種設計我是有點擔心說 會不會讓蠻柔 然後就是離型身材的人 這兩色看起來更膨脹呢 總之就等一下來看這一套穿起來的樣子 他們家很常吹出西裝外套之外呢 也很常去挑選到西裝褲 這樣直接一套搭配 就是很含妞都會有的一個衣櫃單品 看起來質感也不錯 那我拿的尺碼是L號的 感覺上版型是非常友善離型身材的 它整個布料啊 整個質感都很好耶 然後這邊也是很寬 褲襠部分感覺也蠻長的 因為我其實就有看它還蠻多款褲子 然後我最後就是選擇了這一款褲子 因為我就是思考到它的臀圍 跟褲襠是我覺得我穿上去 應該是不會到顯胖的一個狀況 然後褲長我覺得也蠻滿意的 因為我個人穿這種西裝褲 我通常都喜歡那種落地 然後又是高腰的褲子 就是看起來腿超長的 那這件西裝褲呢 我買的價位是680元 然後它是比較軟料的西裝 它是做暗扣型的 很俐落簡潔的感覺 好然後 因為我想說既然韓系少女要來搭配 就一定要有個碎花洋裝 來搭配西裝外套 所以應該是還蠻定番的一個 韓系女孩風格 所以就一定要來穿給大家看 來看這件是咖色的一個小碎花裙子 這件裙子呢也是短裙喔 我今天這一集是不是要各種挑戰自己啊 那我第一個感覺到這個碎花呢 就是屬於比較復古感覺的 那這個咖色呢我覺得沒有到超美 但是我自己不是我很喜歡的這種配色髮吧 但是整體來說也是OK的啦 就這種巧克力的色系 那再來就是討論它的布料 摸到手的第一個感覺是很柔細 那我就覺得說 OON他們家在挑選衣服的面料上還蠻用心的 就他們應該是蠻注重衣服 接觸到身體的一個觸感 即使是平價 因為畢竟他們有親自摸過嘛 所以當然那個觸感什麼的 都會有一定的要求跟保證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這件洋裝呢 它其實綁起來是長這樣子的 它後面呢是做這樣子有點鬆緊的 光是這樣想就覺得穿脫上應該是蠻輕鬆的 不過它竟然在側邊還是有做了拉鍊 看起來應該是會蠻顯身材的 再來是一個紋路的洋裝 之前紋路洋裝 我那時候就是看它搭白色的坦克背景 覺得蠻好看的 想說就一起把它帶回來 那這個我覺得就還蠻基本款的啦 就是像這樣子的細肩帶的感覺啊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紋路 皺皺感的 整體看起來是蠻有質感的 反正這種洋裝呢就是萬無一失 然後絕對安全百搭款 感覺群長偏短 就是以我個人喜好來說 這個是一個秋冬感覺的小高齡 然後這也是他們家的自訂款 這個感覺呢就是 秋天的時候打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應該還蠻合身的 就是會顯身材啦 胸部感覺會變大的那種面料跟版型 那這個單穿的話 應該就還蠻有知性感覺的女人味 然後這顏色我覺得蠻好看的 是那種深棕灰咖色的感覺 搭配西庫就會超級寒的 然後剛剛提到的坦克背心 噶噶噢那個摸起來是有種蜜桃瓶的感覺 它外面的布料我摸起來 我都覺得好像有 裹了一層薄薄的 rod在上面 也還蠻舒服很柔細的 版型上跟剛剛那個什麼軟糯是還蠻像的 只是我自己這樣看都覺得好小喔 應該會讓我有一點點的景深的效果 就是想要拿來搭配剛剛那個紋路感覺的 七肩帶洋裝 再來最後一個呢就是一個韓國連線的包包 這個的分類就是在他們的韓國連線 所以你逛他們家呢就會看到他們 還蠻明確的會看得出來這一期是韓國連線啊 還是他們平常一般的日常的選品 那他們加上新的頻率我覺得算還蠻高的耶 這個是一個黑色的牛仔包 好看耶是深色丹寧 這樣子質感很好耶 你看這樣子 一個腋下包的感覺然後應該也蠻百搭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容量 裡面還有附一個長背帶耶 太讚了吧 這是我超愛人的這種類型 天啊我明天就要背出門 哇賽他們連裡面這個標都有縫上他們家的OON 然後這邊是他們的暗帶的拉鍊 就是整體來說我覺得算還蠻實用的一個包型跟內裝 我自己平常習慣的話呢應該是會把這個包包是側背的方式 這個形態我覺得當一下包應該就是很好看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真實的試衣間 好那現在呢就是我穿內琢的一個畫面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穿第一個單品 我來穿 穿這個好了 這個軟糯的針織背心 嗯看起來不錯耶 彈力也蠻好的 再來穿這件西裝褲 感覺特別適合我這種身型耶 可以耶太讚了 是會落地的喔 然後整個褲長跟版型都很順身 只是說它今天如果我上衣穿的不是那麼的有厚度的 稍微它是會掉到肚臍左右的一個腰的高度 但我自己是蠻喜歡這樣的垂墜感的 整個順身度跟質感我覺得都很好 然後加上它前方的這個打折線也都做得很順 所以來說我覺得是一個表現很不錯的西裝褲 然後長度也很完美 非常非常適合高個子的女生 好我們再來試下一個單品 接一個短裙 超級短的 太短了吧 欸我發現它是褲裙耶你們看 哇塞很棒很貼心 因為其實有時候穿那種迷你裙 就是會擔心曝光 然後這個這樣很讚 穿起來是感覺還蠻修身的 小腹還是有點微微的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還不錯耶 黑色的 好短喔 超級短的辣妹裙 再來套套看這一件空裝外套 喔穿上一組還蠻好看的耶 超級辣妹風 那我先跟大家講 我自己真的不是很喜歡像這樣子的 短版的夾克風衣外套 原因是因為呢 像這樣子的外套 如果它不是這樣要穿不穿的 我就會覺得很沒層次感喔 你看 這樣就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很呆板 然後整個人看起來很沒型 要我在外面然後像個擺拍的動作這樣子 我實在是覺得很害羞 所以我沒辦法這樣子要穿不穿的走在路上 這個對我而言應該就是所謂的拍照款 或是拍影片款 比較搭配的類型 因為你看它這樣的確要要穿不穿 你比較看得出你裡面的整個衣服的層次感啊 而不會像剛剛那樣整個被蓋住 那再來就是裙子的部分 裙子是真的很短的那種小短裙 那這樣子的裙子對我來說 有一個很大的致命缺點就是 它就會一直想要露出我的整個大腿根部的肉 正在摩擦的感覺 就是有分量感的大腿肉 而不是那種別的那種很寬很寬 很有空間感的大腿 所以像這樣的短裙我就會希望它再長一點點再下來一點 我可能會覺得大腿那邊看起來比較顯瘦一點 所以這一件裙子對我來講就沒有那麼的合格跟過關 但是論資料來說是ok的啦 我們再來換下一套 我們先穿這個白色的蜜桃螺感覺的背心 喔好小啊 他們這個都不會分散子 就是比較少女型的王牌 感覺跟剛剛那個軟糯是蠻像 然後長度也是大概在肚臍左右的位置 好我們就是來穿這件 暈染感覺的洋裝 哇這一件呢 天啊真的是梨子姐妹們不能買 不覺得很強調是我的屁股啊兩側 這一個版型呢就會比較適合真的很瘦的女生穿 這完全是跳乎我的想像跟期待 原本想說我穿應該就是 一樣那樣的耍費寬鬆洋 Oh my god 怎麼會這樣 這感覺真的是緊身fit洋裝欸 好啦算了 我有買那個西裝外套嘛 我們可以把它搭配在一起 拯救一下覺得麻肉的部分 這個外套呢我很滿意欸 就是我還沒有穿它 我就覺得這顏色我喜歡 就是有這種草綠色嗎 然後又有點煙灰卡卡 就是它這種混濁色系 像這樣子的西裝外套啊 因為它做了墊間 那有些少女們就會覺得感覺比較正妝感 正式感然後很像要去上班 這個取決於自己對於西裝外套的一個看法 然後還有自己的搭配 我去搭了整套回來 腳上踩的呢就是瑪麗珍鞋 那韓國現在真的是超流行搭配瑪麗珍鞋 但韓國正式來說的瑪麗珍鞋是比較拼地的 那我個人因為我個子比較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想要耗比例來說的話 我還是會穿這種 有一點個性感覺的巨齒鞋底 我很愛喔 我去選這種鞋底呢有種感覺 可以讓今天很少女化 或是很lady的元素可以更中和一些 這件外套呢真的很oversize喔 是長度到達了我的屁股下緣的那 如果你本身比較嬌小 就擔心脫髮比例的同學 這一件外套應該就不太適合入了 可是我真的覺得它還是偏比較 有一點怕把感覺的西裝外套 通常是需要讓你去稍微混搭啊 休閒風格什麼的 就會覺得很酷帥的一件西裝外套 那我剛剛不是跟大家說 我有一件漂亮的睡花洋裝 為了搭配西裝外套 那我們就直接換這件 然後我搭配上來給大家看 我怎麼覺得穿起來很怪異啊 快笑死了 但是真的有像我剛剛預測的 就是有優手那一波的感覺 哇超級少女有沒有 先撇開我自己個人的穿衣喜好跟習性 我覺得這件呢是適合離型身材的 原因是因為它強調你的腰嘛 然後也不會讓你的腹部顯現出來 它是A字散狀的一個裙板 所以呢你的臀部啊大腿啊屁屁肉啊 全部都可以幫你藏得一乾淨淨 看不到 那我現在再穿上鞋子給大家看 其實配起來蠻好看的啦對不對 大概就在我的膝蓋上一斜一斜 所以這個長度呢 不自己讓我覺得到太害羞 但是因為整體版型還是蠻少女的 如果不是特別去什麼海邊 或是去哪裡這樣穿出門 我覺得是很害羞欸 如果說我今天真的真的是一個 需要穿像這樣子短裙的一個長盒 那我就會搭上Oversize的C1 綜合掉我覺得整體讓我有點不自在的甜美感 這樣子我覺得應該就是大部分的人 都可以接受的一個比較韓系的甜美女孩風格 也不會覺得好像太lady 欸這件很讚欸 材質很柔軟有點像墨戴爾棉 然後蛋穿真的很有氣質欸 這個配剛剛那個西裝褲應該蠻好看的 嗯這個長度呢就是真的我可以砸進去的 不會一直感覺要飛出來 哇這感覺比剛剛軟弱的背心更值得入手欸 整個知性感滿滿 然後這個小高領也不會說覺得捲邊啊 或是形狀不順的狀況 這件小高領可以包色欸大家 這是我目前穿下來最滿意的一個上身 這件可以鼓掌的那種質料又超好 是那種很柔軟很彈 這個呢就是一個萬能的搭底衣 不管你等一下要搭什麼外套是都可以的 那我們就來穿還沒實穿上身的PE外套 那我當時就是想說哇 他們說質感超好到底質感多好呢 等一下我看到鏡頭臉自己 我真的覺得我很不適合穿短板外套欸 你們覺得呢 好怪喔說不出來欸為什麼啊 好像金剛芭比 又來又來一次金剛芭比的一個形狀 好像是說整個領片還是哪裡 就覺得這邊份量感變大 然後加上因為我本身下盤很穩當 所以會覺得整體來說好像沒有那麼的 俐落有心跟顯瘦 那我知道了 因為我的馬上肉是比較突出的嘛 所以短板外套經常會卡在我一個 最尷尬突出的一個位置 會導致這邊感覺好像被強調出來 果然還是要看每個人的穿一起行 因為像如果我的話我會穿剛剛的西裝外套 這一次的OON真實是一件短板外套 都不是很符合我的期待 但我覺得這個就不太一定 因為就是每個人的穿衣風格的習性問題啦 你看我這樣穿我就覺得好看 嗯這樣真的是 歐膩來著了 有沒有那種秋天那種很秋冬風格的韓劇 就覺得這種歐膩 好的那我來總點評一下我剛剛穿的這些單品呢 我最喜歡哪一個單品 就是我身上這一件 自訂款的小高領上衣 那我覺得這件呢 穿起來真的是很有顯瘦跟氣質感 整個感覺很沉穩的那種冷淡風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件西裝外套 因為短板外套呢我覺得真的不是很適合我 啊然後這一款包包我也滿滿意的 但是如果要來討論面料來說 我覺得OON加的質感真的很不錯 總結來說 我覺得OON呢就是適合很瘦的女生 然後你想要找一個韓系平價的一個品牌 那我覺得OON非常值得你逛 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身材有一些些不勝完美 或是比較肉肉身型的 那我覺得呢 可能在OON加稍微要更用心的去挑 或是看尺寸數據 才能找到自己更喜歡的單品 好的 那就是這樣 這是今天滿意的三個單品 穿上身 這三個呢我覺得我秋冬還是會一直穿到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OON的真實穿衣尖 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內容 不知道你們被哪一套收到或是哪個單品呢 這真的是一個我近期覺得非常崇拜的一個評價的 女裝網拍 那大家之前在OON的購物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也歡迎在底下跟我分享你的心得 然後或是之後有想看哪一個品牌 也歡迎投稿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